我當初步旅遊學院的時候 其實我是有一份正職的 我這份正職就是在澳門一間酒店賭場裏 做經理的職位 而我步到旅遊學院的目的 其實就是為了增值我自己 那開始在平衡工作和學業方面 其實是有難度的 因為我晚上要上學 學了學之後就要去輪班工作 工作到早上才下班 但從中我就學到了 如何這樣好好去分配我自己的時間 一旦有機會的時候 我就會把握每一個時機 去溫習和做報告 其實讀了三年 在這三年來 另外最難忘的經驗就是 在大三的第一個學期的時候 我就報名參加了我學校的海外交流課程 這個課程我就去了奧地利的IMC大學進行交流 在交流的期間 我就真正學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 他們的習俗 認識到很多各地不同的朋友 其實是我人生裏面 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而且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而IFT在我財政上 其實亦都資助了我獎學金 幫助了我很大 所以令到我可以完成到我這個心願 其實我每一科都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每一科都有他們自己不同的用處 在我工作上 我就覺得管理上的科目 就幫助了我最大 其實令到我的工作是更加有效率的 而在文化和旅遊方面的課程 其實在我去做交換生的時候 對我的幫助是很大 因為當我學了這些學科之後 我去到奧地利做交換生 我的文化衝擊其實是減少了 當文化衝擊減少了的時候 其實我就可以真的用心地好好地去感受當地的文化 其實我覺得讀夜間課程最大的好處就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一邊讀書一邊做事 其實在你做事的同事 你可以應用到很多在學校學回來的知識 令到你做事的時候更加靈活和有效率 而在讀書的時候 其實你做事的時候的經驗 其實是可以幫助到你更加理解到書本上的理論 更加清楚更加明白 令到你讀書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而第二個項目就是 夜間課程的老師 其實他們都是來自一些業界 有很豐富經驗的老師 所以當他們在上課的時候 他們講解一些理論的時候 他就可以應用到一些實例 令到這個理論更加容易明白 而且帶動了上課的氣氛 旅遊學院令我認清了自己將來的方向 在學校學到的一些知識 再加上我去海外交換時候的體驗 令到我為我將來在旅遊酒店發展 打下了一個很好的根基 在學校學院的花示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